我看客人是看得比我的生命還要重要 這邊全部都是純手工的港店 因為外面幾乎都是加工過的 然後手工的真的比加工好吃太多了 各式各樣純手工港店讓人口水直流 特別是這道高雄地堂仔招牌之一 外皮藏著兩三百年傳統技巧 圓魂飽滿的蝦餃 從字線然後做皮 我們都是當天先做 都是一早來然後先拍皮 而且每一張皮都拍得跟紙張一樣薄 一般你要拍到這麼薄 不好包 然後不好刮 不好拿 然後不好蒸 所以在這些工序裡面 你必須要搭配你的技術 把它稍微的對折 然後這邊一公分處稍微壓一下 然後再由左而右一直飛過去 讓它包起來像一個蝦餃一樣 抓到折痕14到15折 有別於一般只有8到10折11折 它困難相對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仔細端看蝦餃 蜘蛛度 半月形 美道折合 俐落完美 緊緊裹著海洋鮮味 這是地堂宅老闆兼主廚的葉偉智 從港點大師 天好運行政總主廚李一龍 立院餐餐餐餐集團點心主廚黃英東身上 花了三年時間學會後 再自己研發改良過的技巧 不只外皮高規格要求 蝦餃餡料更是慢工出席活 我們都是用新鮮大草蝦的 所以前面準備的工序就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們自己都還要去腸泥 然後還要切白表粒 然後淨化白表粒 然後還要做調味 講求手工技巧的還有這一道必點料理 它的湯汁我覺得也很多 重點是它皮很薄 然後沒有肉腥味 就是不加薑是我覺得也很讚 筷子輕輕夾起 水滴壯的湯包讓人垂涎欲滴 這一口滿滿的湯汁 鮮肉精華被完整包覆 葉偉智透露秘訣就在這兒 中間一定要有一點點厚度 因為你要包餡進去的話 下面蒸出來才不會破掉 麵皮一抓上來 線一填滿就要馬上把它遮起來 然後遮完之後最上面要留一個小洞 讓它那個蒸氣能透到裡面的內餡去 那一般小人包它上面不會開這個口 是因為不開那個口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你要做那個口 你還要去收口 所以你要收那個口 你手就要很強 要製作出頂尖小龍湯包 美味關鍵不只有開動技巧 還得靠裡頭鑄肉餡助攻 那我們裡面內餡是用最高等級的五花肉 而且我們的肉都是自己 自己會去筋然後去皮 然後再自己把它調成餡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要去熬老母雞湯 然後變成皮凍 再把它加到肉裡面去 受歡迎的還有花媽最愛的野菇水晶餃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在擔任高雄市長期間 一年半就捧場高達33次 燙了熱水 然後一邊攪動 一直到它成形為止 最困難就是在這個地方 要合起來這個地方 你速度要很快 需要技巧技術驚豔的 還有這道天網煎上湯鍋貼 密碼如絲的冰衣就像藝術品 這技巧可是獨家秘密 葉伟志只肯透露 得先蒸後煎 這鍋貼才不油膩 這間中式點心電地唐仔 是葉伟志2013年創業 從小龍湯包 薄如紙張的皮 蝦腳 水晶腳 Q彈滑口的皮 到鍋貼 爐絲的冰花 葉伟志堅持 就算再累 通通得當天手工製作 葉伟志出身台南白河 是農家小孩 但他的志向是在料理 為了朝夢想前進 他15歲就跑到永和豆漿 學做燒餅油條 我去拜託那個 拜託那個老闆 老闆是客家人 讓我學 讓我跟他說我學 我學我不用拿錢 我心裡面只是想說 這是我的興趣 那老闆就覺得 我是可以栽培的一個人 因為我學東西也很快 然後體力又好 年輕的時候 體力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樣就開啟了我對料理的熱忱 葉伟志從豆漿店學徒做起 一路到退伍後 24歲到桃園尊爵飯店工作 他坦言 在那的磨練 是造就他今日成就的關鍵 像以前我們當學徒 我們就是只知道做 不懂了什麼叫累 可是那真的是做到累到你快癱瘓 在旺季的時候 凌晨12點喔 做到隔一天 你看宴會結束10點多 然後又睡在那個打地鋪啊 直接睡在燒蠟的廚房 睡兩個小時馬上起來工作 不是只有一天喔 有時候就是連續三個月 你都是這樣子在工作 所以那是累到你 非常非常 尤其我的部位我是學徒 我還要去到地下室二樓辣貨 不是只有推一次 是推的有燙 葉偉智在尊爵飯店 雖然又苦又累 但他在這兒碰到貴人 也就是天后運行政總主廚李一龍 看重他好學 刻骨耐勞 收他做入室弟子 親自傳授港點要訣 但他真正出師 是在27歲那年 碰到來台灣考察的 立院集團點心主廚黃英東 見他手忙腳亂包餡 親自示範該怎麼包餃子 讓他深受感動 之後葉偉智也成了立院餐飲集團 新加坡分店第一位 也是最後一位台灣級主管 我是第一個 而且一直到現在立院40年了 我都還是第一個 而且是第一個 香港級以外當主管的廚師 我覺得立院的管理方式 是讓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特別 因為他是軍事化管理 他對員工講話不能好好講 他們的管理模式就是 你就是罵 不客氣的罵 他都會把你調教出 你對一個事物的熱忱 跟嚴謹 不管外場或內場 他都會把你調教 你對一個事情的熱忱 化熱體 就那個品質 你要做到最好的程度 受夠尊爵與立院的磨練 葉偉智輾轉回到台灣 2013年選擇在高雄開第一間 中式點心轉賣店 我自己很清楚 你要做出這樣的料理 它是需要一個團隊的 我們可以做出這麼多 好吃精緻的料理 不是你一個人的功勞 就可以做得出來 它必須是要由一個團隊 每一個同仁盡心盡力 配合著所有的標準做的流程 才有辦法做出來 這樣的溫度的東西 如果我的點心 沒有辦法點到你的心 我寧願不開第二家店 不管是料理的嚴苛 或是管理的嚴謹 每一步葉偉智都走得 戰戰兢兢 力求完美 因為它的目標是 不一定要做到它這個規模 但是我希望它可以在 在很多城市 至少每一個城市都有一間低堂展 地方中心高雄報導